主料,胡萝卜350克,主料,油,盐,生抽,料酒,洋葱,姜,蒜头,大蒜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分钟内,萝卜切瓷备用,洋葱切片,将蒜切粒,大蒜切断,先将胡萝卜用干锅炒一炒,炒至水分略盖,用铲子把萝卜丝铲一边,另一边倒入油炒香姜蒜,洋葱, 然后和萝卜丝一起炒,加入生抽,要酒,盐炒晕,炒至入味,最后撒上大蒜略炒即可,装盘上菜了,烹饪技巧,胡萝卜不要炒太过了,我这份菜属于比较脆的口感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并获取更多相关资讯